因迷而成六道 六道轮回哪里来的 就是从这来的 迷而不绝而来的 这个实在讲很苦 我们要是以很冷静的头脑 来观察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 确实是佛法形容的苦海 夜海 涅海 造罪灭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几个人回头 什么叫回头 绝就回头 不绝变成这个境界 一绝就回头 所以回头就是觉悟 觉悟这个苦海就没有了 就离苦 离苦就是得乐 佛觉悟了 菩萨觉悟了 佛菩萨过的生活 是真实幸福美满 是真正的快乐 我们世间人无法体会 怎么想都想不到 因为什么 离开那个想 才见到 你用想你怎么会想得到 想是迷 所以 佛菩萨教给我们 第一个不失是舍 把那个想舍掉 舍掉你就明白了 你就得到 你用思维想象 不要说你一个人想象 大全世界 所有一切众生通通 集起来去想 想上无量节也想不通 不是想象能得到的 放下就得到 你肯不肯放下 肯不肯舍 请凭乘 宝宝